小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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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拿开你的狗转 咋了 狗转也是赢了你的狗转 喂 我们一会儿见一面吧 好 谁啊 苏洛 他说今晚想约我最后一次 过了之后再也不纠缠我 哦 不能不去 我说不去的话 他会来基地 走走走 老妈 咱们健身房走一步 早了不刚去过吗 晚上要吃那么多小龙虾做小野 不得提前锻炼一下 不然明天得胖好几斤 走 对对对 我也去锻炼一下 为的是晚上多吃点小龙虾 那小龙虾到了叫我 我去跟明生开个小会 走了走了 走八百年不去玉环 你跟我说去健身房 诚哥 诚哥 听我的歌单还不理我 开这么大声不怕耳聋啊 听我的歌单还不理我 我不想让你去 什么 我不就一不小心睡了个午觉 我怎么就错过这么一场搜尔大戏啊 我怎么就错过这么一场搜尔大戏啊 天哪金阳 我耳朵都快聋了 诶 然后呢 你赢了诚哥 然后呢 你别告诉我你怂了 我就知道陆思诚肯定喜欢你 他肯定就是故意让给你的 你也这么觉得吗 放在言情小说和粉丝的眼里 确实是这么回事 他像是故意输给我的 可问题就是 我和他兑现的时候我能感觉到 他一点都没有放水 就是想赢我 可能我赢 是因为我比他更熟悉 中路兵线和地形吧 装 你接着装 我挂了啊 是 是真的 而且 算了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我就说了吧 让你不要随便离开 什么不跟职业选手谈恋爱啊 这种话说出来分分钟被打脸 诚哥呢 他说什么呀 你们搜了我 你就一句没问他 我问什么 大家都是队友哎 万一 我做出什么不合适的举动 被拒绝之后 以后还怎么打比赛 多尴尬啊 你真是想太多了 我当时跟艾佳都没考虑那么多 我们是队友 相比起不知道结果的东西 我还是更想好好打比赛 更不想被别人说 你们女生来打职业 就是为了出名或者是找男人 好吧姐妹 我都开始同情你了嘛 没想到啊 我们家沙雕少女也有长大的一天 不然呢 不过 我作为过来人我要奉劝你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呢 女人不要轻举妄动 哪有想法自然会憋不住的 真的 但是 如果啊 她迟迟没有行动 那 很有可能 真的是你想多了 好吧 拜拜 诚哥 还没出门啊 你不是说你的相亲对象约你见最后一次面吗 这都几点了 还不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去了 不是有人说不想我去吗 谁啊 管这么宽啊 你 你 你都听到了 又不聋 那你当时怎么假装 我要脸 我 我就是随便说说啊 主要是盼你分心 你想想啊 队友他们都希望今年能够拿冠军奖杯是 还有 冠军皮肤 我 复仇教皇什么的 冰冰 你在这儿啊 走 我们吃罐头去 怎么了 你俩聊什么呢 什么复仇教皇 没 没什么 我先回屋去了 我先回屋去了 你不出去了 不去了 你又放人家鸽子啊 我说改到基地门口了 这样也不用我开车出去 电子竞技没有恋爱 好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全国赛总冠军 知道就好 走 表面 吃罐头去 我说我先回屋去了 你累不累 我给你烟烟看 出现讲好不好 他们两个 好 我的习惯啊 诚哥 SOLO故意输的吧 我为什么故意输 杨沈跟我说的 那你为什么会输 还要我解释给你听 我失败的原因吗 要不要我写八百次 检讨给你啊 全世界都看出来 你故意输的 不是 兵线距离计算失误 被他抓到了机会 这种错误 不像是你会犯的 最起码我没见过 我又不是神仙不会犯错 再说了 我为什么要故意输给他 不说到你 反正我是看见了温柔 你瞎了 我们对钟丹看不清 这种高声的套路 再说了 他现在赢了我 一心在想 怎么取代我的位置 一统站队 对他温柔 什么 他说什么 他在考试心扉 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男人 为什么都这么喜欢玩 考试心扉的套路啊 你这种行为啊 跟幼儿园喜欢 就暗恋小姑娘辫子的 瓜皮男孩 有什么区别 好啊 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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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